《貼背戰》 歡迎打開洛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貼背戰 Tech Jeff Tomsic 指導 由鷹眼 Jimmy Rayner Joe Hemp 主演 這個故事來自 《華盛頓時報》上面的一篇報導 標題是 《避免當鬼需要計畫和謹慎》 真人真是改編而成的一部電影 《貼背戰》的故事 在講五個好朋友 從國小一年級開始 在每年的五月都會進行 為期一整個月的鬼抓人遊戲 一直持續了三十年 到他們長大以後都還在玩 其中有一個人從來沒有被抓到過 而其他的四個人 就要在今年趁他的婚禮期間 要去給他出其不意的一集 去完成他們這個從小到大的心願 這是一部沒有什麼喜劇大咖 像是原本要參與這部電影的 威爾法洛或者是傑克布萊克 可是意外好看的喜劇電影 當然這個劇本還不錯 雖然沒有什麼多想不到的厲害之處 但也充滿了驚喜和轉折在其中 沒有像是《最後大丈夫》那種大麻喜劇類型 太過頭的不真實感 用平時的劇情發展 適當的笑料 演員的表演也都在合情合理的真實世界之內 但是這部電影就是有不可思議的好看 既輕鬆又有感人的部分 看完之後你心情會很好的 然後內心還暖暖的 人不是因為老化而停止玩樂 而是因為停止玩樂才老化 這是這部電影很清楚的主旨 主要就是講述這一群好朋友 因為這個看似幼稚長不大的行為 反而讓他們擁有 誰誰誰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很喜歡他 他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除了喝醉之後發酒瘋的人之外 我們是不會看到一個大男生 對另外一個男生 像是大爺對珊珊一樣 直接對彼此的友誼表達出來的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會有點被感動到 因為男生常常都在這樣子的遊戲 或者是打鬧之中 隱藏了對彼此的關心或者是支持 尤其在這部電影結束之後 會出現那些真實故事中的伯伯們 是怎麼玩這些遊戲的 演員們彼此之間真的很有那種 熱衷於玩這個愚蠢遊戲的樣子 看報道說他們私底下在片場也有在玩這個遊戲 所以你看他們在螢幕上面表現出來的樣子 是很真實的 是不像演出來的感覺 這些演員幾乎都是很認真的 不浮誇的去詮釋這些角色 有些喜劇你會覺得他們裝笨傻蠢 很誇張的很好笑 但是貼備戰不是 他是會讓你覺得這些人很蠢很好笑 但是又很貼近你的身邊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生活周遭 這樣子的白痴特別多啦 然後有很多小地方的對話 是他們演員之間很特殊的默契 表現出來的 我覺得非常的好 很幽默精彩 Jimmy Renner 在這部電影中 飾演那一位從來沒有被抓到過的Jerry 真的是一個超誇張的神人 怎麼樣都不會被摸到的男人 好勝心太強了 表現得很精彩 要說這部電影的缺點的話 就是中段的劇情有一點點停頓 然後除了結尾的三分之二之外 整體的步調是沒有太多變化的 都維持在一樣的一個輕鬆悉鬧的調性裡面 但我覺得是沒有太嚴重的 整體來說 這是一部在日常生活的調性當中 有點瘋狂有點荒謬的高級喜劇 會讓你非常的想念 曾經跟你一起瞎鬧 玩遊戲的那些狐群勾友們 你會想念你心中那一個 天真快樂的小孩 這是一部適合跟一群 有一點歷史的好朋友們 一起欣賞的一部電影 輕鬆帶點感人 特別推薦給想知道 《復仇者聯盟山無限之戰》中 鷹眼到底去了哪裡的人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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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節目 記得 тут 再次請把電影 我們下快 我們下癒